前段时间休假的时候 我一直在玩P32来打发时间 正好这个典藏版今天终于到了 顺势就可以开箱一波 并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游戏 你们玩了吗 开箱当然有仪式感了 接下来我就要用我的Pedosona 帮我开箱 整个盒子还不轻了 正面的封面这里画的是主角和它的Pedosona 这个Reload呢就是以前P3的一个重制版 那么原版到现在已经也接近快20年了 这个游戏在今年2024年出来 其实也加了很多新的内容进去 我猜大家应该都是玩过P5 或者多多少少了解过P5的 那么如果你去打开P3R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一切都非常的熟悉 它的整个气质啊 画面 音乐 战斗 校园日常和迷宫的结合 都和P5很像 实际上这个校园日常和迷宫的结合 就是从P3开始的 这次的典藏版一共有两款 一种就是跟我一样的Aggis版本的 里面会带一个Aggis的手办 另外一个版本呢会带袖章 打开 哇 这个蓝色的盒子还挺漂亮的呢 我也穿了蓝色 里面盒子的封面就是Aggis了嘛 背面还有主角团的一型 首先是游戏盘 在这里 上面还写了 先行购买特点同捆DLC 可惜我已经在Steam Deck上面也先玩了 下面有一张看起来像是明星片一样的卡片 这个呢就是游戏一开始 你和那个神秘少年签订的契约 你可以在这写下你的名字 实际上呢它是附送的两个DLC的商品代码 先到先得 我绝对没有自己偷偷先行对话哦 因为我是在Steam上面玩的嘛 左边还有一张盘 它是P3R的OST P系列的音乐一直都很好听嘛 但是这次P3R其实我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音乐啊 印象最深的是天鹅人物房间里面的音乐 艺术设定机 看一下 这里面包括了游戏封面的插画 各种插画设定 正装设计 全身的总攻击的插画 头像 半身 UI 草稿 素描 啊 顺平 顺平 顺平他一上来说说我老烦他了 不过到后面接触到更多角色故事之后 我发现我最满意的一个角色还是顺平 因为只有他是有自己的人物苦光的 他有经历过自己的成长 苦难 然后还发生了转变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赢的 这个还挺辛苦的 好 这个是那个帅气 帅气学长 这个童调学姐 Igis 真女主 这两页都是社群 你看这个第一页这些 第一页这些角色都非常烦人 这个所有社群关系里面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生病的大哥了 关于他的描写都还蛮失忆的 我觉得 他是一个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青年 所以他整个故事线你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感觉到他正在慢慢的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死亡 反正挺感人的 挺唯美的 还有这个人 这个人也很 这里还画了好多塔尔塔罗斯里面的楼层景象 哎呦 这样看好漂亮啊 然后就是这个典藏最重要的部分啦 Igis手办 直接就是一个Igis还有底座 好了 我呢没有玩过特别多的手办 平时也就是玩玩年图小人什么的 所以给大家看看特写 来评估一下它值多少钱吧 以我一个外行来看 我稍微觉得有一点糙 尤其是人头的部署 整个典藏版是1500人民币左右 大家感觉一下好划算 Igis一登场的时候就让我觉得他非常的亮眼 因为他和主角团那些高中生都完全不一样 他就非常的帅 对吧 他很酷 然后就发现他呢和主角的故事线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 这样就更像一个真女主了 虽然一上来就对男主投怀送抱的设定有一点点的老套 但后面他有一些角色互动 和狗狗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他说话又很机械 这些台词我都觉得还蛮可爱的 非常招人喜欢的一个角色 整个典藏版的内容就是这些啦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游戏吧 战斗的话 PCR和大家熟悉的P5是一样的 都是先去发现敌人的弱点 然后打弱点 多一个回合 全部都打趴下了来一个总攻击 这样子 包括合成Persona的过程呢 也和P5是一样的 这一套玩法我是很吃的 这次还给每个角色新增了几个必杀技 演出和战斗力都很强 我稍微觉得他的战斗有点点过于简单了 让我经常会有什么在刷的感觉 好在每次遇到boss的时候 我其实还蛮兴奋的 因为那个时候难度就会突然上去 还挺需要动脑的 爬塔我其实也没有那么讨厌的 我感觉还挺chill的 就像过年磕瓜子一样 从P3开始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蛮好 就是你战斗结束 有的时候可以抽卡 拿这个卡牌的对应的奖励 这个卡呢 之后还可以越拿越多 最后你就一手卡 叠了好多bug 还挺爽的 因为P3里面所有的战斗 都发生在这个塔尔塔罗斯里面 你可以把它粗暴的理解为 是P5里面的那个音响空间 整个拿出来了 但是变成了200多层 P3整个玩起来 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很像P5 所以其实我玩的时候 就一直在怀念P5 但它毕竟也是一个persona 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JRPG 如果最近没有游戏玩的话 又很喜欢这个P系列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玩的 打发时间绝对没问题